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开高走高 收盘的时候上涨了 95.70点 收盘指数10798点 涨幅0.89% 成交金额1028亿元 OTC市场上涨了 0.63点 收盘指数是140.20点 涨幅0.45% 成交金额是302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重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维泰 台北股市 昨天开高走高 当然受到中美之间贸易 在似乎有一点 又在进一步缓和的 迹象的激励 但随后呢 那么包括了台积电 所公布的六月份营收 然后接着美股ADR的大涨 然后同时美国降息的 可能性大幅升高 这些对台北股市 后续的影响 放心早安 大家早安 听起来 好像都比较是属于 消息面的影响 都是属于消息面的一个 这个激励 而且算是很正面的吧 对 没有错 你的犹豫让我非常的担心 不是 我说这些消息面 像我们说的那个 好 我们就讲降息好了 这件事情 上一个礼拜 大家还因为降息 可能不会降 可能会从 可能会连到九月份 才要降息这件事情 然后美国股市就 跌了两天 然后呢 这个今天又传出来说 消息面又 又 又 又好了 就是说它可能会要 降息的几率要升高 然后又造成美国股市的上涨 台积电也是一样 前阵子说什么 被三星抢单 然后国家一开盘就 掉下来 后来又澄清说 没有没有 其实只是误传 大家误会 然后又就涨上去 所以这边呢 其实对于 我说实话 对一般投资人而言 这种消息面的多空 或者是真假 是上会造成非常非常多的 很多人会在这边 误判 误判 所以这边其实变成说 在操作的人 他的心态上 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一个坚定 或者是我们必须 要有其他的 没有 就是说消息面以外的 这个方法 或者是准则 来去做一个研判 那么当然现在 就我们来看 其实在整个这个 表现上来看 我们发现到 最近其实相对比较强的 可能还是一些 就是 营收表现比较好的一些 这个个股 在昨天来看 所以我认为说 大家不妨把 就是六月份营收 因为从昨天为止 是全部公布 那不妨把这些六月份营收 公布比较好的一些 一个个股 把它抓抓出来 那这些可能会是 比较有机会 不受到消息面的一个 左右的一些个股 我觉得这个是近期来讲 我认为说大家可以操作的一个准则 因为至少有67家 是创历史新高的 营收 对 我昨天早上统计是45家 然后那后来下午已经录取公告 大概就已经当说67家 那事实上的确 我们看到在昨天有一些的一个标 有些个股上面 它其实营收创高 然后呢 它的股价也真的表现不错 例如说像 我观察到像这样半导体 昨天其实这个股价就往上做一个走高 那么事实上呢 它在整个这个营收的表现上 不止6月份营收表现不错 就是1到6月 它的一个营收表现不错 那我认为说会以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个股 当作我们最主要的一个 这个筛选的一个对象 然后就是不止6月份单月 就是0到1到6月份 1到6月份的营收 基本上它们表现都会不错的 那么这些个股呢 如果说 如果说它在这部分来讲 外资又或者是投信 就同步都站在买方的一个个股 我觉得这样更好 所以刚刚提到 它营收很好 可是外资跟投信都站在买方 OKOK 都在买方的 像刚刚所说的 像是四项半导体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像投信 其实最近也有针对一些 营收表现比较好的一个个股 也有去进行买超的 那例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在最近 营收表现好 但投信也在买 但投信也在买超的 例如说像金元店 金元店这个也是 但金元店前阵子跌 就刚好跌了下来 所以这类股的 就是可能之前呢 它因为某些 比如说 获利了结的卖压 导致股价掉下来 但这边有点 误杀了这些个股 我认为其实都有机会去 给它 还它一个公道 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是可以去做 可以去做观察的 那如果说从类股上来看 其实我发现到 其实六月份的 营收创新高的 这些个股里面来讲 我个人发现 就是有一些是属于这个 我们说的生技股 生技股其实在 这一个阶段来讲 它的表现其实真的 我们说成长越来越好了 包括像是什么 泰医或者是说像是成德 这些的一些生技股 原则上呢 他们的这整个营收的表现 陆续继续继续成长 所以最近发现到 在OTC的一个指数 相对比较强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有一些 是因为生技股 在这边去做一个成盘 所以我觉得在现阶段 因为指数的部分 我还是维持 跟我们上一个礼拜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指数 我不会太大期待 但现阶段应该是 个股优于指数 也就是这个选股 不选市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就一一的 把它给厘清楚说 你觉得如果我清楚的知道 一到六月的营收是好的 然后呢 所以意味着它其实 今年在大家觉得 不好的情况之下 它其实营收 既然表现好 你就不要受它的 消息面的影响了 对 没有错 因为为什么 我们要看一到六月的营收 因为第二季的财报 就是在讲四五六月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要等到 第二季的财报公告 其实就是要等到八月以后 才会知道 才会看到第二季财报出来嘛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包括它的营益率啦 然后它的毛利率啦 各方面数字都出来了 就是盈余出来 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营收 对 那大部分来讲 我们讲大部分普遍来讲 营收跟获利金应该是成正比 除非这家公司 它的业外有忽然出现 比较大的 不知道叫汇损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 不会相差太多 都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等到八月份 才去看到第二季的财报数字 才要去动作的话 有很多的个股 它可能已经先涨了 对 然后你等到你财报数出来 你才去做追高 搞不好就碰到人家的 利多实现 或者是利多出境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对六月份的这个营收 跟一到六月份的这个营收的 这个看法 这么的关键 就是说 我就是要找一些 就是可能在股价上 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一个反应 但是呢 但是在这个营收表现上 已经很不错 那这样子呢 我们针对它 这个第二季的一个财报数字的公告 可能会有真面预期 当然这些 我相信在市场上面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些个股可能就会 会往上去进行一个拉高 所以这个是现在 我个人认为 在选股上面 一个看法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刚刚有提到的一些 这个不管是外资买超的 像是升量半导体 或者说像台气电 或者研滑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 累计营收成长蛮大的 然后又都是属于这个 还蛮大型的 其实有这个时候 其实能够在这时间点 相对比较稳健的股票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那其他的还有像是一些 我们看到 把IC设计股里面 好像什么细创啊 这一些的 其实都是 我认为都还 都还是可以去 若留意的一个方向跟标的 他们会不会已经长太多了呢 所以我刚才说 尽量找一些 他没有长太多 但是他的整个这个 怎么样算长太多 怎么样算还可以 因为他既然营收又好 外资投信又加码 他不可能是在低档了 理论上是 但是有一些个股 就真的就是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前阵子的那个 三任模组 三任模组 例如说像超重 他在六月份的营收 是创下新高的 但是呢 我们发现到 三任模组 这类的一个标的呢 其实他最近有看到 法人在做调节 所以这类股就是 他其实营收表现不错 可是法人竟然没有买的 那这种个股 你也不要因为他营收好 然后就跳进去买 因为你搞不好 就刚好接到法人手上 倒出来的货 所以像这类个股 我觉得就稍微观望一下 好 这是在操作的策略上面 提供给大家的参考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 众议财富分析师 陈维泰